本节目由搜狐视频游戏频道独家播出 这个是网易环境联赛地主四强传败的第一轮 对阵传防是由另打Foggy 欧韩之间的较量 Foggy的话是一名被低估的选手 他之前来中国打比赛成绩很一般 是因为他欧洲用中国的平台 网络很卡 如果是中国的选手 像他们用W3A那个平台 他们就绝对玩不了 说句不好听的中国选手有一点娇生惯养这种感觉 就你用国外的平台有点延迟了 就打得很不爽就不打了 但是Foggy的话天天用中国的平台 在打 他没说什么 他顶着延迟打了 所以他如果不延迟的话 现在就是不延迟的他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 不延迟的他到底是多么的可怕 这个实力 也不至于说很可怕吧 就应该是比线上要厉害了 所以说什么令神一定会轻取 我觉得不一定能轻取吧 赢应该是令赢的 但是应该是一场恶战 赢应该是一场恶战 天生买了个头皇 这里是直接顶着野怪抢了个坟 而且一来是学了个曼拉奔 拍死了个三级怪吗 没有拍死 没练完 非常早的就去到令的家 应该是要搞一下这个地洞 哦 撒了个粉 难怪要躲起来 直接围住他啊 健身站在DH的上面 然后右边下面和左边都站一个 这DH就围住了 你把出个要围住他的一个架势 他就不敢继续打这个地洞 可为 刚才真的可为 一般暗夜搞地洞已经成为了 现在打兽族的主流的思路 因为现在兽族一般都是当地洞生本的 所以你第一个点 你捡完宝物之后你来搞地洞 是个非常正确的思路 伟大的安吉生前曾经说过 你前期不搞地洞的话 那只能证明了一点 你不太会玩这个暗夜 现在的话我觉得Foggy 没必要去打这个三级怪的 他打一级怪就好了 也是练到了两级 接下来的话 他应该会继续来买鞋杀了 但是他现在有个问题啊 就是他的月井 怎么才三口井 这数量有点不对啊 按理来说应该是四口月井的呀 而且我比较期待他那个海归岛 近点的脚印骑士流来打令 看一下令怎么针对 极限三本没有用的 你三本 无论你再找 令都会选择在你吹风成型之前来 压你一波的 总会被兽毒赚一些便宜 兽王马出来了 应该是要去换家 令的二本建筑还没放下来的 而且他祭堂的旁边的位置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先喊一句 龟之近春啦 先这么喊总没春了 好 说话已经进来了 看着这个B应该是保不住的 我觉得令既然看到了对方过来 为什么还要顶当着对方的面 来放这个B呢 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不保存的 应该不保存的 哎 我觉得可以保存哎 保存一下DH 然后 DH走到个角落 让他当船回来 再拆拨这个二本建筑 这样多爽 哎 不会被拆掉了吧 啊 令在干什么 昨天 弹总也是说过 现在令恢复到了90%的一个实力 但从前面 看来令的有一些细节 并没有做得很好 也是让暗夜 Foggy赚到了不少便宜 Foggy应该还会来骚扰的 啊 他不去骚扰了 可骚扰啊 可骚扰啊 哎 这就放啊 我觉得打二本建筑的意义 大于练这个 投这个野怪 真的 投个吹风杖 你看有什么用 你打退他的二本建筑 就等于说 自己的三本封的成型的之后 受阻的万俊游 完全是不可能成型的 刚才如果跌曲和说完来令的主基地的话是可以把这个鼻再打退一次的 这样子的话 令就不能使出他一般常用的就是在吹风之前的压制 离群大局有什么好压制的 现在暗夜有个隐患 好吧 暗夜有个隐患就是他的井水不够 等下如果正面拼一波消耗的话 令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了 因为暗夜他的英雄 如果他拼血拼的太多不满血之后 他就不能 补给不满 他就不敢再拼第二波 有人说偷死亡之初再去换家 这死亡之初哪有这么好处的呀 虫生 这是个看脸的游戏 这个虫生是这个点能打出来最废的宝物 当然你说吹风流在打个吹风战的话 那肯定是脸最黑的 如果别的战术打个吹风也还好 而且Foggy的点灯他是手动给牛头点了个灯 这个很明显是个假的吧 这个幻想牛头 他竟然没看出来吗 不过令现在英雄等级还可以 不算特别低 现在Foggy最好的就是可以在 三本打大战之前 决战之前把这个DH练到三级 暗夜如果他的英雄等级高之后 是完全不怕受阻的 就算受阻有5级的牛头 但暗夜英雄等级高了之后 例如有个433的等级 他也是可以跟兽主有一战之力 好令的标志性 来暗夜家里骚扰一波 这个时候吹风还没好 令 令行李这低估了什么鬼都没有吹了 等一下专家记得风德 再看一下自己牛头 发现自己不是的 我们极限拉着了个狼旗 可以 这一波令还是小赚的 再吹一下呗 好吹起来 但是他有无敌的 Foggy的围杀 好吧 不敢围不敢围不敢围 这个围杀要崩 但现在DH很硬 DH基本上是无敌的 家里没井水了 这波令还是撞到了 赚到了三个吹风 吹风杂 还有一个月井 一个风德 所以说令 你吹风杂块也没用了 他总会能在你吹风好之前来压你一波的 我没开麦吗 我没有解说声音吗 你们不要骗我啊 有啊 有的呀 哦有 那我就放心了 吓死我了你们 其实我也不是官方解说嘛 他们只是给我开了这个权限 我刚好就顺便来解说了 我再录视频 我再录视频 右上角点那个 点一下我的ID 点一下我的ID就有了 没有工资的 义务解说 没有补给啦 这波Foggy没有补给 他等下TP回去之后很难受的 很机智 直接交出了回城 没有补给了 被迫要吃月食 我觉得这个 重生十字章 可以扔上电了 哦重生十字章 换成雪瓶 稍微 其实也差不多吧 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因为重生的话一般你人死了 过几秒 等几秒的时间你黄花菜都凉了 其他种族都看不起这个重生 暗夜的话还可以 因为暗夜经常被秒杀英雄 你的DH会顶在前面 你又来 换家了 这个牛头的魔法 有一个冲击波 这个月景不好猜的 这个月景是不好猜的 一波波 这个波波出了Focus的水平 就随手一波 定可以走了 疯得全部跑回家了 而且这两个英雄打不动 还有个神一样的战斗鼓速 定这一波再打下去要亏了 群补还没吃 他想把群补用掉之后再走 那是要亏啊 不能冲了吧 讲点道理啊 Focus也不敢为杀 一般另往后撤的话 他并不是真正的打不过 他只是想勾引你出来追 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白牛你也吹的 还吹白牛的 不过Forge的风德魔法很多啊 他风德还有很多魔法 这一波另打不过的 但Forge没有马出三发的TK 刷英雄打到底 这一波再这么打下去 另要亏啊 风德是随便死的 只要A的英雄等级能提起来了 受阻后面就不好打了 牛头被围住了 说完交出了回城 强行突破 我觉得可以原地回城你们怎么看 原地回城 这个牛不就死了吗 回在这个口这里 因为你原地回城之后 你这个是可以瞬间再喝一口井水的 还有商店可以买东西 对 另前中期这么亏 前期这么亏 现在扳回拉了不少 拉了很多残血部队 他现在有个隐患就是狼奇太少了 他必须要补多点狼奇 他想压回五神口 还需要再杀一个 哦 苦弓杀死了 压回了五神口 并现在就打算 要么就开框来换家 要么就是 炼击加换家的一个 炼击然后 憋点钱的包兵 两种 看他怎么选择 有个鹰看到 把你驱他一下不就秒了吗 明明可以秒杀的 硬是要慢慢点还点不死 放给思想等你开链之后 再从后面抓过去 现在也变成安捏抓兽主链级了 摇兽了 安捏也能抓兽主链级了 这一波抓过来 其实令也还好 令的部队血量是很健康的 但是这个被野怪两面包夹 不好搞啊 赶紧退 王又退 退到一个比较开阔的位置打 让这个工厂 首先废掉这个工厂的效果 有他被吹起来了 打不死的打不死的 不敢围不敢围 令这一波有双群补 安捏不好打 诶 Forge也很机智没追 这是个陷阱啊 你追你就被围英雄了 令摆好了阵型 令刚才已经摆好了阵型 如果你敢追你的英雄一旦脱节了 他就迅速回头 围杀你的英雄 刚才暗夜吹起的牛头只是为了留住令的部队 让他不敢走 看能不能有机会围杀这个牛头的 跟大战吹牛头不是一个意义 现在令是59打43 放给他别一下他那个风德的数量 还有他 呃金灵龙的数量 这个图我觉得最合理的就是 三个金灵龙 放在树林边上 这样是5节 哎躲了个波好的 这个躲波很精彩 令这个路口不能打呀 别上头啊令神 来TK 交了个血瓶 还是不行又换了个无敌 我觉得TK死了就死了呗 随便他死啊 瘦王又有血瓶的 吃了个裙补 瘦王吃了血瓶 有没有吹风 没吹风吗 健身怎么一直在砍人 吹风不吹健身的 这个什么操作这个是 一直不吹健身 健身 砍了多少刀了 牛头死不了 牛头四级的 走得很快 完了完了 这都能死瓦王的 刚才这么多的风德都不吹健身 有几个都是蛮难的 他是不是忘记了自己是吹风流了 嗯 我可 哎呀 牛头竟然被追死了 太假了吧 牛头是怎么追死的 我看DH没斜 我就没去关注了 牛头竟然没走掉 啊我失误了 我切瓶鱼了 不好意思 卡位精灵挡路是吗 哦 哦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不好意思 我切瓶鱼了 现在令 选择了进攻 我觉得 我觉得等牛头复活再打吧 这一波 你不能牛头真的可以打吗 我再跟你们说的 不是在跟平台的观众说的 直接墙插了 祭坛 瓦王可以从中间买的 这一波暗夜价有很多紧水的 瓦都是不能打的 赚点便宜就跑吧 PK 没有保存出来 刚才风的也是一直不吹 不吹这个剑神 我觉得Foggy的吹风 他老是不用吹风的 现在才想起来要吹 DH一定要有鞋子啊 一个极限的王 不能再打了吧 赶紧单上了 鄉底举满 这个单上的时候就是 你的第一个人发展 WHAT 他是不能打斷單船的 牛頭活了 四王也買出來 別追別追別追 不能追的吧 打幾個苦功算了 等下一買群補立刻又可以防打 把這個瘋爆死角給賣了吧 雙群補 現在就是拼雙方的一個保命道具 看誰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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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